消息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 强达Win Air的触控热潮 那么旧笔电或者是荧幕 现在DIY也可以做得到了 因为上上推出了相对应的玻璃模组 只要在一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把旧的整个荧幕 改成这个最新的触控功能 而且3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这个价钱也比市面上 触控功能全新产品至少便宜一半 一般的电脑可能没有办法触控 不过经过专家的巧手 它马上就可以变成一台触控笔电 专家麻烦您 拆螺丝把外壳 专家把一台好好的笔细型电脑大卸拔块 一定要有一片的触控玻璃 然后再加上一些相对应的连接线就可以了 黏上薄薄的一片最关键的玻璃 经过一个小时拆解跟恢复原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完全就跟你外面的一模一样的 好酷哦 不管是点敲程式还是用两指将图片放大缩小都OK 原先不能触控的旧笔电 但改装模组之后不用多改任何的软体 马上变成最夯的触控笔电 能够触控是一件很新奇的东西 一个月如果关国内市场至少两三百件是少玩不了的 专家大喊忙不过来因为不管是手机笔电或是普通的荧幕 只要三千多元的代价任何尺寸都可以变身触控 虽然不算新技术不过却再度爆红全都是因为它 主打触控操作的Windows 8即将在10月26号上市 不只旧产品提前赶流行 新品也纷纷搭上触控功能 只不过换新产品的代价恐怕不小 举例来说22寸的一斤萤幕一般大约三到四千块 但是多了触控就要上万元 等于多了五到七千块 十三寸的品牌双核心NB通常两万五有找 但是只要多了触控几乎都要一口气贵一到两万块才买得到 其实关键点是在它的萤幕尺寸是不是能够配合 大概市场行情大概在三千多万块左右 也难怪不少玩家甘愿将手上的萤幕拿来改一改 只不过一改之后原厂保固失效 还有品质稳不稳定 恐怕都是在改装之前考量的重要因素 东潢修营卷和人凯 调报道